什麼請開頭的訊息就是錯誤訊息 一般叫Lumber Lumber然後後面的話就是Name 一般就是 看到Name就是定義名稱的錯誤 像剛剛有個請NA有沒有 Not Available 如果你看到REF REF就是Reference Reference就是參考錯誤 參考錯誤就是我找我沒辦法幫你找到你要的資料的意思 OK 那名稱錯誤的話 我就當然你就是要知道說 你上面有幾個名稱不存在 像那個單位台沒有 還有像那個這邊的話是銷售額沒有 那怎麼辦呢 其實可以把它重新定義 那我剛剛的話 我們是 一欄就是一欄一欄 就分兩次定義 不過 上面那個從選舉範圍建立有個更厲害的功能 你如果選兩欄的話 他一次可以幫你建 兩個名稱 如果你有很多欄的話 你可以建很多個名稱 所以為什麼要教各位這個方法 因為如果你有很多欄 你一次就全部給他建立好了 對 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功能 平常都有在用 所以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這個功能太好用了 如果工作裡面不會這個功能 我都真的很多事情 就變得很難做 OK 所以我這邊只是提供給分享一下 使用經驗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當然剛剛的東西 應該就恢復正常 OK 所以你以後看到NAM 那個 只要錯誤訊息那不嚴重 你可以馬上知道說為什麼錯 就把它修正 那問題 就會不存在了 最怕說你看不懂那個錯誤訊息 會很擔心 然後會覺得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就很混亂 其實有的時候反我覺得 盡量用比較簡單 然後一理解的 一種方式做事情 你會覺得做得很 很 步調 很優雅 之類的 反正這個感覺上 另外的話呢就是 如果要再產生一個 所謂的什麼 產生一個 另外 我們這邊也另外一個 這個可能給各位做練習 就好了 因為這個差不多意思 那個什麼呢 區域部分 區域的話 那我可以把 這個工作表複製過來 複製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拖拉加Ctrl鍵 拖拉然後加一個Ctrl鍵放開 它又多一個了 就一模一樣 那可以拿這個來做修改 這個的話也許叫什麼區域就可以了 拖拉加Ctrl鍵 就是複製工作表的意思 OK那這樣 是最快了 OK然後呢把這邊呢 名稱部分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個區域 去複製一下 其實這邊也有 那拿這邊也可以 剛剛沒看到 OK那這邊的話呢就直接把它貼上就可以 那比數部分的話這邊可以重新再來 不過其實如果已經有公式你就直接 插入函數然後不要抓產品名稱 是要抓區域 所以區域的話剛剛應該就把它建立起來就好 這個區域 所以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來 然後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區域就有一個名稱了 剛剛已經見過了 不過會有個問題喔 剛剛這個區域好像已經叫區域了 所以如果你這邊又叫區域好像會有重複的名稱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乾脆把它 取名稱叫區域2之類的 反正名稱不要一樣就可以了 這個部分一樣是 指這個不然會跑掉 那這個可能就 不能用重選舉範圍建 因為它直接抓這個名稱 所以我們乾脆呢直接 這邊 選取它 這個範圍的話 叫區域2或是 區域 名稱不能一樣 它不能重複 所以我直接把它輸入之後 多一個數字好了 假設我的習慣是 再把它加一個 數字2 然後 按個Enter 那所以一樣的方法呢我們就 這個部分就請各位再把它自行完成 其實它就是區域 這邊的話一樣 delete它 F3 然後區域2 這個假設是區域2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比數就算完了 東區 北區 台數的部分的話呢就是針對這個 也是一樣 或者是你不用 插樓還是直接在這邊修改 可以 F3 然後區域2 裡面幫我找一下 然後台數 幫我統計出來了 那銷售額的話也是 產品名稱部分 把它改一下 F3 然後改區域2 這樣子按 打勾 向下填滿 然後每一區每一區就算完了 OK OK 那這個就是 這個 產品跟區域報表的簡易 就是一個簡易報表 我們是用那個移除重複加 COUNIF 再加上那個SAMIF 再 頂多是把定義名稱部分 再延續 說明 那接下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 這個 函數的方式來做 我用樞紐分析表 要怎麼做呢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樞紐分析表 那 所以你會發現樞紐分析表前置作業還蠻多的 那主要就是要把 資料 做成 樞紐分析表 他可以接受的一個 資料的一個格式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來 假設 我如果要用樞紐分析表 幫我做成類似 就是像這邊各位看到的 像 產品的一個 簡易報表 的一個 藍數的話 其實用樞紐分析表非常簡單 第一個 郵標請你 再切回到那個通訊產品 第二個的話呢 找到插入裡面有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就可以做後續動作 那請各位一樣 先把那個區域 先練習 待會我們來看那個 樞紐分析表這個部分 該